欢迎大家收看《六读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其案解密窗被封死 逃生无门 港资深圳玩具厂致力大火87名工厂妹葬身火海 土耳其准备好为俄乌主办和平峰会 今年1179万大学生毕业 强化青年就业政策 助建部长始终坚持房住不炒 西安科大设新制生产力中心 校长青挂帅 请大家收看 其案解密窗被封死 逃生无门 港资深圳玩具厂致力大火87名工厂妹葬身火海 星岛日报 1993年11月19日 在深圳的港资智力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事故 造成87名工人死亡 主要是女工 另有51人受伤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0多万元 这场大火是深圳市至今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 震动港深两地 劳工界也有过多年的跨国追讨赔偿运动 中国当局严令改善全国大小工厂 特别是外资工厂的防火设施 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意识培训 并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产生 1989年 香港商人劳招全到深圳保安县隆港区的奎冲镇开场 今天属于深圳市大鹏新区 智力工厂招收了大量女工 但1993年的火灾摧毁了数百名工人的生活 工厂当时有400多人 主要是年轻的女孩 由于工厂封死了所有窗户 导致工人们在火灾中踩踏 造成了87人死亡和54人烧伤 据报道 智力工艺玩具厂是港商租用奎冲镇厂房 进行独立经营的三来一补独资企业 厂房没有安全通道 窗户都被封死 只有一个狭窄通道可用 火灾的起因是仓库里的电线短路 但由于工厂雇用了无证电工 电线安装不符合安全要求 加上堆放了大量可燃物品 导致火势迅速蔓延 这场火灾的严重后果 是由于缺乏安全出口和通道不畅通 使得近300名工人无法及时逃生 这场特大火灾事故震惊了港深两地 也引起了劳工界的关注 中国当局对全国大小工厂的防火设施 进行了严格要求 并加强了对工人的安全意识培训 此外 这次火灾也促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产生 该法律于1994年正式颁布 这部法律为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和提高工作环境安全性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 这场火灾给工人和家属 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许多工人在火灾中丧生 留下了家人的悲痛 和无尽的思念 幸存者们也面临着身心的创伤 和长期的康复治疗 这场火灾的影响还延续至今 仍有人为保护和纪念 这些逝去的生命而努力 希望将火灾现场 保留为纪念公园 或职业安全教育中心 提醒人们重视劳动者的生命安全 土耳其准备好 为俄乌主办和平峰会 德国之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会谈后表示 应该以谈判和和平的方式 结束俄乌战争 埃尔多安提议 主办一场乌克兰和俄罗斯 参加的和平峰会 但遭到了泽连斯基的拒绝 泽连斯基指出 瑞士即将举行一场和平峰会 并将提出自己的和平方案 虽然俄罗斯不会出席 但乌克兰希望 在与盟友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后 俄罗斯代表 可能会受邀参加下一次会议 土耳其和乌克兰双方 在会谈中还讨论了俄乌战争进展 黑海航运安全 以及国防工业合作等问题 土耳其一直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但与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 并经常与冲突双方交谈 作为平衡行动的一部分 土耳其在深化与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同时 与乌克兰保持着国防工业的合作 然而 俄乌战争和美国 对与俄罗斯有业务往来的金融公司 实施制裁 导致了土耳其与俄罗斯的贸易受挫 此外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会谈后重申了土耳其对哈马斯的支持 土耳其和美国在对待哈马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 土耳其总统表示 任何人都无法让土耳其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 而哈马斯被美国 欧盟 德国 以色列等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总体而言 土耳其在俄乌战争和地区冲突中 试图左右逢源 既支持乌克兰又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 然而 土耳其的努力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各方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今年1179万大学生毕业 强化青年就业政策 星岛日报 此外 王小平还提到 要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创业培训 提供更多创业支持政策 鼓励毕业生创新创业 同时 加强就业公共服务 提高就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为求职者提供更好的帮助和支持 总的来说 王小平在记者会上强调了内地就业形势的严峻性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为了稳定就业岗位 内地将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包括支持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 加强对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的支持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加强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创业培训 提供更多创业支持政策 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等 这些举措有望缓解就业压力 促进就业市场的稳定发展 住建部长始终坚持房住不炒 星岛日报 总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霓虹 在全国两会民生主题记者会上表示 要始终坚持房住不炒定位 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建立足够并举的住房制度 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债务危机 要按照法制化市场化的原则 进行破产重组 并对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查处 此外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定为5%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拼击者表示 要实现目标须有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不能依赖外部因素 消费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西安科大设新智生产力中心 校长青挂帅 星岛日报 新智生产力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 政商学界纷纷关注和研究这一概念 陕西西安科技大学成立了新智生产力研究中心 旨在推进科技创新 解决关键核心科学问题 武良业董事长曾从钦表示 白酒产业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和深度转型升级 白酒产业能够具备高科技 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新智生产力被定义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杭州金市店遭抢劫23岁男嫌犯当场被抓 星岛日报 警方通报称 罗某亮在抢劫行动中使用了一把锤子 砸碎了金电的玻璃 并成功抢走了一大批黄金饰品 然而 警方迅速出动 将罗某亮当场抓获 并成功坠毁了被抢物品 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华日聚焦一位远在意大利的中国X用户 是如何变成中国政府眼中钉的 RFI法广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一位远在意大利的中国X用户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 这位名叫李颖的艺术家通过X转发在中国境内被屏蔽的敏感消息 吸引了超过100万个粉丝的关注 然而 最近他的粉丝们告诉他 他们被警方盘问了 这表明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已经扩大到中国以外的社交媒体平台 这对中国意见者来说是一个打击 李颖的粉丝数量迅速减少 许多中国的意见派大V也丢失了粉丝 李颖表示 过去三个月至少有200人告诉他 他们因为关注他而被政府叫去问话 他的网站和X账号也经常遭到入侵和网络攻击 他因此搬了四次家 李颖认为 中国的言论审查比其他专制政权还要严厉 言论自由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依赖海外平台来了解中国的动态 海外华人在境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的账号 成了记录中国社会动荡的新闻档案 然而中国政府将矛头指向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的粉丝 对他们进行恐吓 这似乎是一种升级 中国政府还雇佣民间合同工监视社交媒体 并追踪境外平台人员 甚至使用间谍软件入侵账号 总体而言 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和监视机制变得更加严厉 对流亡海外的意见人士和他们的粉丝施加压力 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令人担忧 这对中国以外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来说也是一个警示 德语媒体若不遏制中国 必然引火烧身 德国之声 柏林的《每日劲爆》在一篇评论中指出 中国外长王毅的强硬表态再次证明 中国对内越来越专制 对外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西方国家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来遏制中国帝国主义 评论还指出 中国正在贯彻其帝国主义目标 试图扩张领土 并以威胁和挑衅的方式对待其对手 该文章还提到 中国试图破坏国际对话平台 并渗透联合国等机构 评论呼吁西方国家及其盟友 采取反制措施 法兰克福汇报则关注中国手机厂商 小米计划生产电动汽车的动向 文章指出 小米在今年的巴塞罗那移动通信展上 展示了一辆原型车 这表明他们有意进军电动汽车市场 然而 文章也提到 小米的电动汽车项目并不一定能成功 类似的例子 还有家电厂商戴森 在准备投入生产和销售时 突然取消了电动汽车计划 文章还指出 小米创始人雷军 对于电动汽车项目非常重视 但成功在国内市场 并不一定能保证在国际市场也能成功 伊朗政府谴责Meta 删除哈梅内伊设媒账户 德国之声 美国科技巨头Meta集团 删除伊朗最高领导人 哈梅内伊的脸书和Instagram账户 引发了伊朗政府的谴责 伊朗外长表示 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 并对追随哈梅内伊的粉丝的侮辱 哈梅内伊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支持者 Meta表示 删除其账户是因为其违反了与危险组织和个人相关的政策 尽管伊朗政府禁用了这些社交媒体平台 但伊朗的互联网用户 仍然可以通过虚拟专用网络VPN使用它们 美媒 中国79号文件只是清除美国科技 德国之声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2022年9月 发布了一份名为79号文件的敏感指令 要求国有企业在2027年前将其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替换为中国软件 这一行动被称为消除美国科技 旨在减少对美国科技公司的依赖 这一指令涵盖了金融 能源和其他领域的国有企业 目的是提高中国科技公司的竞争力 报道还指出 美国政府正在敦促其盟国 如德国 荷兰 日本和韩国 实施更严格的出口限制 以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技术 此举被视为对中国技术和军事崛起的回应 美国商务部要求日本限制用于芯片生产的特种化学品的出口 并要求荷兰禁止领先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维修 在当前销售禁令之前交付给中国的机器 然而 日本和荷兰官员表示希望在采取更严格措施之前评估目前限制措施的影响 报道称 专家担心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处理器可能会被中国军队用于武器系统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 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正在加剧 双方都在努力减少对对方的依赖 流亡藏人明天纪念起义65周年 RFI法广 总结来说 流亡藏人正在努力保护西藏的文化遗产 免遭中国灭绝 他们指责中国政府限制藏语并在学校灌输思想 认为北京当局正试图消除西藏的文化和宗教认同 而中国政府则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否认相关指控 目前有13万名藏人流亡海外 其中大部分在印度和尼泊尔 两会2024回答星岛头条提问 教育部长怀进鹏 致力发展数码教学 培训大批师资 星岛日报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全国人大民生主题记者会上表示 数字教育能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教育公平 中国将致力于培养具备数字素养的教师 并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育全过程 他还表示 数字教育的发展需要国际合作 中国将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 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鸿海击落野门胡塞武装发射的15架无人机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总结 根据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Sentcom的表示 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在鸿海地区击落了野门与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发射的15架无人机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表示 该组织实施了两次军事行动 第一次针对亚丁湾的美国散货船前进财富号 而法国军方的一份声明称 一艘法国军舰和战斗机还击落了4架无人机 此次袭击事件显示 红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严峻 有必要加强海军存在以保护航行自由和国际水域的安全 金架上升 男子砸杭州金电玻璃贵直接抢 大叫我有外交豁免权 星岛日报 杭州万象城商场发生抢劫案 一名男子手持锤头 砸破金电玻璃 抢走大批黄金饰品 这名男子在抢劫过程中大喊 我有外交豁免权 我又不是中国人 并被围观群众拍下视频 杭州警方已经抓获了疑犯 并追回了被抢物品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俄乌战争 第745天关键事件概述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2024年3月9日 俄罗斯在南部地区摧毁了47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南北部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 乌克兰能源部长表示 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状况日益恶化 呼吁联合国和监督机构向俄罗斯施压 土耳其总统表示 愿意主办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峰会 以结束战争 乌克兰总统提出了十点计划 包括粮食安全 领土完整 俄军撤军 释放囚犯 设立法庭和安全保障 德国地方议会呼吁政府 提供更多资金保护平民 乌克兰外交部长紧急呼吁 西方盟国不受限制的供应武器 乌克兰将通过贷款从欧盟获得60亿欧元 捷克牵头的为乌克兰购买弹药的倡议 筹集到足够资金 法国计划在乌克兰生产军事装备 乌克兰准备战斗医学 为战场做好准备 五角大楼UFO报告 没有外星生命证据 德国之声 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没有证据表明存在外星人或地球外智慧生物 该报告对上世纪的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进行了调查 并得出结论 认为大多数目击事件都是被误认的普通物体和现象 报告还指出 美国政府或私人公司没有采取措施 对有关信息进行保密 此次调查是为了回应近年来 美国当局收到的大量UFO目击报告 并解答许多美国人心中的疑问 报告的作者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对这个问题进行细致的研究 报告的另一部分将在晚些时候发布 为什么伊朗君主主义者在加沙战争中支持以色列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伊朗君主主义者对以色列的支持在伊朗引起了争议 这些君主主义者支持伊朗最后一位国王穆罕默德·李萨 巴列维的儿子李萨 巴列维 并与以色列及其领导人本雅明·利塔尼亚胡结盟 然而 他们的立场与伊朗主流观点的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立场相冲突 伊朗反对派运动内部存在分裂 君主主义者与其他反对派力量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 部分反对派批评君主主义者与以色列的关系 认为他们缺乏合法性和可信度 漠视伊朗人民的民主愿望 亚斯敏 巴列维是李萨 巴列维的妻子 她对纳尔吉斯 穆罕默德的攻击引发了争议 穆罕默德是一位伊朗女权活动家和政治犯 她因勇敢地捍卫人权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亚斯敏 巴列维对穆罕默德的攻击被认为是对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的敌意的例子之一 君主主义者 和穆罕默德等伊朗民主活动人士之间存在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伊朗君主主义者与以色列的结盟引发了人们对他们的动机 以及他们代表反对派的比例的质疑 许多人认为 君主主义者得到了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右翼盟友的支持 这使他们受到广泛的拒绝 君主主义者的立场与伊朗人民的民主愿望相悖 他们被认为是对伊朗反对派运动的包袱 而不是帮助 中国人大民生记者会关键词 稳就业 稳楼市 德国之声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表示 中国的就业形势开局良好 但结构性矛盾和就业压力仍然存在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179万人 创历史新高 意味着毕业生将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 王小平强调 适应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的高技能人才仍然稀缺 一线技工普遍短缺 同时中国的城镇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6月达到了21.3% 青年就业问题依然突出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中国住房及城乡建设部部长倪洪表示 目前房地产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资金问题 他强调 房地产市场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 但稳定市场的任务依然艰巨 倪洪强调 房地产发展应始终坚持房市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中国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赫胜表示 中国在2021年成功消除了瘧疾 但仍然需要应对其他传染病的风险 他指出 重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 疫苗可预防的疾病的发病率 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然而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风险仍然存在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王赫胜还提到了X疾病的问题 表示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范围扩大 X疾病引发全球大流行的风险持续增加 但大流行是可以防范和应对的 总的来说 中国面临着结构性就业问题 房地产危机和传染病防控的挑战 尽管就业形势开局良好 但仍然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稳定任务兼具 同时需要坚持房地产的定位和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在防控传染病方面 中国已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仍然需要应对新发 突发传染病的风险 金价每天涨有人一周少赚14万 网民新大新系该不该出手 星岛日报 三月的黄金市场持续上涨 国际黄金现货价格突破2100美元盎司 受此影响 内地黄金饰品和投资金条价格也连连上涨 知名品牌黄金挂牌价已升至659元 可 面对高企的金价 不少消费者开始持观望态度 同时 央行连续16个月增持黄金 支撑了黄金价格的上涨 然而对于是否应该买入黄金市场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可以观望等待再入手 也有人建议关注央行动态 如果央行不再购金 则建议离场 黄金价格上涨的背后 央行连续16个月增持黄金扮演了重要角色 截至2024年2月末 中国黄金储备达到7258万盎司 环比增加39万盎司 自2022年11月央行重启增持以来 至2024年2月央行连续增持黄金 累计增持规模达到994万盎司 创下历史记录 央行的黄金增持被认为是支撑黄金价格上涨的重要力量之一 然而 对于购买黄金的观点存在分歧 一些消费者认为当前金价已经相对较高 暂时不愿意入手 建议观望等待 另一方面 一些专家认为 对于消费者来说 如果有需求就应该购买 但对于投资和家庭资产配置来说 可以关注央行的动态 如果央行不再增持黄金 就建议离场 不过 也有专家提醒 黄金价格的大幅调整空间较小 中长期金价仍有可能继续上涨 因此应该珍惜回调的机会 总的来说 三月黄金市场持续上涨 国际黄金现货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内地黄金饰品和投资金条价格也连连上涨 央行连续16个月增持黄金 支撑了黄金价格的上涨 对于购买黄金的观点存在分歧 有人建议观望等待 有人则认为应该根据需求购买 无论如何 黄金市场仍具有投资机会 但需谨慎把握 张学友确诊新冠后 内地抢票人火爆 待拍费最高500人一张 星岛日报 三月七日 张学友因身体不是取消了在上海的三场演唱会 随后他通过官方微博确认自己为新冠阳性 正在家自我隔离 这一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让人们对他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忧 然而 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却在一些二手平台上炒作 待拍费用甚至涨价 重庆站的演唱会门票将于3月12日开始抢购 已经有超过7万人表示有意购票观看 这一情况引起了一些商家提供演唱会门票待拍的商品 待拍费用不断攀升 张学友的巡回演唱会自2023年6月开始 已经举办了超过100场 形成遍及国内外多个城市 然而 最近一场演唱会出现了假唱的疑云 张学友突然中断表演 原因是在彩排时的录音被播放出来 他坚决拒绝假唱 重新开始演唱 最终成功完成了表演 这一情况引起了网民的讨论 有人称赞他的专业精神和现场能力 也有人对工作人员的失误表示不满 尽管张学友的演唱会备受关注 但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备受关注 他在今年3月8日通过官方微博 确认自己为新冠阳性 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离 希望下周能在上海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这一消息让人们对他的健康表示关切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同时也呼吁大家保持健康 注意防护措施 共同抗击疫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